遥远传来熟悉的鸣笛声 冒出雪白浓厚的蒸汽 景点复古造型 它是日志时期 再送柳山木头的 阿里山古董蒸汽火车 原本只有在历史课本上 才能看到百年经典再次重现 我小时候来阿里山的时候 其实就知道当时阿里山 有两条很重要的法木的干线 从我知道以来 这里从来没有看过火车跑过 所以其实很希望说 有一天能够看到火车 跑在这条路线上 挖土机将山木一块一块 放上蒸汽火车 场面相当壮观 铁道迷也超兴奋 不仅能漫步铁路 徜徉幽禁森林中 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山林剧目 那些木头啊 到底就是说去的哪里 然后呢这些火车 以前不是说都是带着木头的吗 那怎么从来没有看过呢 不仅仅是大人最爱 小朋友看到也觉得好心情 想看蒸汽火车的民众有福了 阿里山森林铁路在三月份 总共开访四天 分成九点上午场 还有下午场 八个场次 每场限制八十个人 但参加活动得先报名 铁道迷要看要加紧脚步了 阿里山铁路从最早的运输木产 然后呢后来再变成运输农特产品 各地铁道迷闻讯把握千载万逢的机会前来 虽然不能参与伐木时期 但借由这次珍贵的机会 不仅可以一边搭整起火车 还可以一边赏花 景点的古董 整起火车 这一刻在线百年风华 记得火锅马家瑜在一起报道